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战 瑞士作为永久中立国都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和平与稳定 也是因此这里成为了少数几个未受战乱影响的国家之一 和平是发展的基石 而成平了近百年的瑞士成为了欧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瑞士当地人的人均收入在十万美元左右 这样的经济水平堪称世界一线国家 那么在瑞士一名普通工人收入如何呢 但可能会让你更加惊讶 也许是由于经济进步的原因 这里的人工费用也是极高 在当地即使没有学历 这里的工人在工厂依然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勤劳 获得每月将近两万四千元左右的收入 而且由于当地自动化水平的原因 在这里的工厂上班 大多数时候的工作 往往就只需要操控一些简单的按钮 然而这并不代表这里就是人们的天堂 实际上在近些年来 由于移民大量涌入的原因 是已经拒绝了绝大部分移民的申请 在当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极为冷漠 然而这种冷漠并不是因为歧视或者其他原因 而更多的是当地人逐渐形成的 独立自主的观念在作祟 许多瑞士人不愿意轻易开口寻求帮助 也时常会觉得其他陌生人太过热络 而这些也就加深了游客对于瑞士人冷漠的看法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